提纳币TG想问另一只车股2333 怎样看呢? 还有看到消息行迟出车 利不利他? 应该不会,行迟出车应该来回708 停了牌我炒 如果他没有停 其实应该都是一只很炒的一只 我觉得如果是一些比较 很初创阶段的类型去短炒 看着资金和走势短炒 好过去觉得 因为美股里面应该都经历过 Lucid、Vivion 可能开头 Vivion昨天都有消息 都有生产交付4000多部 但是很多时候消息的时候 他就会爆炒一段 前陣子他们都炒完 掉下来的时候都跌得特别严重 所以是初创类别 或者未真的实现到稳健盈利 他们跟当年的测试者都很不同 这些 不先说那些 再谈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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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谈 这是交付的数据 比亚迪是最强的 另外就是初创那边是理想和小鹏 长期跌下来 去到13.8% 支持率是13.8% 如果你是没有货 他有货还是没有货 他是没有说的 他只是纯粹这样问 我猜他有货 如果他不会 在那边关注其他公司出车 你不理他 如果你是有货 如果你是有货 其实最第一个会减的位置 应该是15.8% 现在都下来了 不跌了 你现在就跌到下个关头 就是13.8% 你用13.8%做防守位 即是收市计的 现在试着这个支持 和试着50天线 是开始串稳 我觉得你这个位置 你就守了 如果已经跌到这里 用13.8%做分解 如果你是没有货 想购入 始终是1,2,3,4,5,5连阴 现在开始串稳 你等他明确些 譬如今天站稳 明天再开阳 才去考虑吸纳 你也有个很近的防守 13.8%做止损位 即是你如果 我买不对的时候 你那个亏损很有限 可以控制到 那这个都是 买之前要想的事情 另外他其他的 因素 我觉得他在中资车企里面 他做海外 无论是东南 南美 甚至俄罗斯 都有业务 其实他在这方面 出海 出国那边的发展 是做得挺好的 主要是 比亚迪和他 但是这个都会是 他现在一个受额的因素 现在反而是国内那边做得好些 反而国外就多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因素 和之前俄罗斯那边的问题 都比较有受到影响 不过 对 有货都是看着国内的位置 如果现在拿着的话 是 就是 连证 请 出海 保归 др 打 打 喜欢 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